菲律賓和美國年度聯合軍演肩並肩 在旅宋島北端的卡加沿省 舉行兩棲作戰演習 規模浩大 今年的肩並肩非美聯合軍演 有近9000人參與 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尤其今年的兩棲作戰演習 選在卡加沿省 在台海關係緊張的當下 演習備受矚目 卡加沿省距離台灣 僅僅300多公里 軍演宣指是否有因應兩岸情勢之意 引發外界聯想 不過美方指出只是例行性演習 飛國將領則說明 今年軍演從臨近南海的巴拉旺省 遺失到卡加沿省 是為了防範來自北方的威脅 這是北方最濃烈的地方 有什麼想說的 還是在中國 或甚至如果不必要用 俄羅斯和澳洲 也可能要準備準備好 飛國將領表示 在國際衝突升溫的情勢下 勢必強化海岸防禦 也期盼藉著演習 發揮威懾作用 捍衛非國領土安全 朝社記者陳彥均 卡加沿省報導 在國際衝突升溫的情勢